先认识发生什么事情 刚才我要买那个点数 你要玩什么游戏 不是游戏 是交友 男子没有玩游戏 却在超商内一口气买了 破万元游戏点数 究竟是什么原因 交友平台 为什么要买点数 不想 因为他说这个 你买了吗 买了 我传给他了 又是假交友真诈骗 新北淡水 一名六十多岁邓姓男子 日前在交友软体上 认识一名名叫安琪的女网友 双方相谈甚欢 但就在最近双方相约见面聚餐 对方却要求他到超商 买三万五千元的游戏点数 才能解锁见面 男子不宜有他买了两万元 当要再次购买时 急紧店员直觉有意报警 他们说不要 他说这个应该数 那会也 是应该啦 那个就是了 远警到场不断对他解释与劝说 男子一开始还执迷不悟 想再继续试看看 说不定三万五会过去 确实是真的是可以 没有啦 不要再会了 对 就不是了啦 就钱要不回来 男子这下才恍然大悟 立即封锁对方删除软体 陷陷入诈骗集团圈套 远警苦口婆心劝说 及时阻止一场骗局 记得黄天耀翻牙乔新北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